蚊子若要抵擋雨滴的攻擊 需要加速 還是減慢飛行速度 雨滴 下雨了 我們現在兩邊就是 中間就是一條馬 一條像這個馬路 我要到雨那兒去 你也在屋簷下 我也在屋簷下 請問我是快步跑過去 淋得比較少 還是慢慢走 淋得比較少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翅膀啊 你剛剛講的是有翅膀 歡迎六位 這個友誼利久一樣農的住戶 來到第二回合 我們的玩法不一樣了 內容 你們的帳單都拿走了 沒有帳單了 現在我們不是要為鄰居出錢 我們現在準備要出力了 好 二十萬的智慧新幣 因此這邊一半數以上 都超過一萬 一個一萬八就超過 真的喔 還有機會嗎 因為機會太大了 Yes 親愛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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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 請出題 甘乃迪 請請來 張正柔 我覺得應該是羅斯福吧 甘乃迪 因為英美兩國友誼 應該是在二戰的時候形成的吧 所以羅斯福有 參二戰 然後跟丘吉爾嘛 我認為應該是羅斯福比較好看 請跌腳 我 兩位兩位兩位 以及海那邊 就是遭遇到了為難 那剛好美國的補金船搭救了他們 那時候其實英美兩國的關係 非常的緊張 不過當時的美國總統 富蘭克林皮爾斯 他就決定要幫忙修復堅毅號 然後也希望能夠修補兩國的關係 後來堅毅號回到了英國之後 當時的英國女王維多利亞 為了要感謝美國 她就拿堅毅號的船身的木材 做成了兩張堅毅桌 一張就留在英國的白金漢宮 另外一張就送給了美國的總統海斯 不過一直到甘乃滴總統的時候 才把這一張桌子 當作是這個總統的辦公桌 請出席 研究發現蚊子 若要抵擋雨滴的攻擊 是要加速 還是減慢飛行速度 請搶答 來 趙小婷 我覺得是減慢 為什麼 因為我最近常被蚊子咬 然後我開燈之後 它在我旁邊就會慢慢的飛 它可能碰到了什麼改變 比如說光改變 或者是水滴改變 它就會觀察一下 你現在這段陳述跟雨滴什麼關係 雨滴也是改變 就是本來沒有下雨 後來有下雨 那何止改變 翅膀沒辦法濕啊 那何止改變 那大變 應該是減慢 因為我之前有搜尋過這個 因為我也 這感覺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好 舉例 下雨了 我們現在兩邊就是 中間就是一條馬 一條像這個馬路 我要到你那裡去 你也在屋簷下 我也在屋簷下 請問我是快步跑過去 淋得比較少 還是慢慢走 淋得比較少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翅膀啊 你剛剛講的是有翅膀 你剛剛不是說 蚊子 可是我覺得是加速 我覺得應該是減慢 因為是抖掉 認為是加速的舉手 抖掉雨滴啊 有三個 減速的 抖掉雨滴啊 三對三 這個題目好玩吧 對啊 減速 請揭曉 好 最近還滿有趣的喔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 這個雨滴的大小 跟蚊子幾乎差不多大 可是你知道嗎 如果以質量比來看的話 那種感覺呢 如果蚊子被雨滴打到 就像是我們人被轎車 給撞到的那種衝擊力道 因此蚊子啊 它要避免被雨滴打到 它反而要減速慢行 才可以降低它的衝撞力 而且如果這些蚊子呢 它飛離地面非常近的話 一旦被雨敲到的話 它完全沒有向下緩衝的空間 很容易就直接被打死在地上喔 所以呢 所以它要配高一點 對 只要配太低 來 趙小婷 六樓之六 這也是有點迷信的一個人格 六樓之六 開箱囉 應該不會 應該會滿好的吧 一萬大 一萬大 風雪流轉了 你翻了 你翻了 趙小婷 翻了 大風了 好喜悅的感受 請 出下一題 王秋比賽的計分 贏一次得15 它的由來和時鐘 還是水位的刻度有關 請 搶答 昕妮 時鐘 是嗎 我不知道 時鐘 請揭曉 YES 好 因為我們王秋運動起源於宮廷 所以他們在計分的時候 就地區才拿了時鐘 所以呢 就是以一刻15分 一半 來做這個計分的標準 那一半再來是30 那接下來本來應該要是45 可是你想剛剛都是兩個音節嘛 所以呢 那時候為了要簡化 所以乾脆就變40 所以呢 就是15 30 40 這樣的一個計分方式 準備脫平 YES 請選擇 我要選八樓之六 準備開箱 你看 陷阱來了 鄰居幫幫忙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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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中 我剛才有鄰居 為什麼我都會選到這個 鄰居幫幫忙 住戶通知 你要收金還是收贏 收金好了 收金是不是 要太怕了 真的 嚇到了 嚇到了 對 不要怕 不要怕 官委會籌辦社區 年初壽星同樂會 年初 年初 三四月的壽星 三四月的壽星 誰 舉手一下 是我 三四月的壽星 榮獲其他住戶 謝謝 來 準備了可愛小貓 你們要收禮物了 謝謝 請戴上 好開心喔 榮獲其他住戶 榮獲其他住戶 贈送的兩位生日禮 美人六千元 耶 他們會得到六千元 對啊 謝謝 我做球給他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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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有幫夫運的嘛 尊親慕靈啊 要扣嗎 因為他們送的啊 另外四個 每個扣三千 所以四個各扣三千啊 好可惜啊 我為什麼拿拿去做 好酷喔 狂界做錯了什麼 是... 拿到錢 妳做錯在 今天不應該來上節目 來無所謂啦 我們現在只能就是 來喔 難說一個一萬八 不著急 還有機會的 請出下一題 若放生牙周病不管 有可能會引發肺濃羊 黑式糖尿病 吃一腔蛋 趙小婷 糖尿病 我覺得是肺弄癢 我覺得是肺弄癢 牙周病應該會有細菌 可能經過血液或什麼 有可能感染 所以一般會造成肺部感染啊 假如它是血型性有可能 糖尿病我們會覺得 跟胰島宿主抗比較有關 可是糖尿病應該就是 傷口不能癒合嘛 那也是造成牙周病 一直沒有辦法癒合的原因吧 對不對 就是傷口啊 那個會一直流血 這是個好題目 請你介紹 好 那其實牙周病 不會導致我們有糖尿病 但是如果你有糖尿病 那病發症很可能就會出現牙周病 但是當你有這個蛀牙 要有牙周病啊 這樣的一個狀況 代表我們的口腔裡頭 有很多的細菌 有時候用了一些藥物啊 或者是呢 你不慎有一些口腔的細菌 進入到我們的氣管 就容易會造成肺濃癢的狀況 嘴巴裡的細菌怎麼這麼多 經過一個晚上 牠會變好幾倍耶 知識 你本來可能有四十幾個細菌 一個晚上牠會變成上百上千 這麼多 所以第一口腔 當然能刷牙最好 但有人來不及刷 我就是 來 講了什麼 我沒有打 塑掉就好 塑掉就好 沒答對嗎 沒有 再出下一題 根據研究顯示 養貓可以減緩心臟病的發生率 這是與貓肉球還是呼噜聲 有關係呢 請搶答 欣妮 呼噜聲 不假思索喔 是 因為我有兩隻貓 牠的呼噜聲 為什麼沒那麼大的效果 我覺得牠的呼噜聲 可以讓我的心情變得 非常的平靜 就是我如果心情不是很好 所以就去摸摸牠 然後聽牠呼噜聲 那我就覺得 妳老公都讓妳不平靜 很常 他是我不平靜的來源 沒有辦法看 這個在節目上 不用說到這麼輕 抱歉 沒人問你這麼深 不說好朋友 好帥真喔 好啦 呼噜聲請介紹 好 那其實很多人 都喜歡吸貓 或者是聽貓的聲音 主要的原因 所以貓的呼噜聲 牠的頻率大概在二十到一百四十 赫茲之間 牠基本上跟這個超音波的 治療的頻率是相同的 所以牠可以幫助我們 舒緩減輕你的壓力 然後也可以降低心血管 還有心臟病發生的機率 但是重點是牠只是舒緩 所以呢 牠不能夠替代成是醫療行為 心理節 簡易解決 那就七樓之二 七樓之二 準備開箱 恭喜脫屏 謝謝你 脫了 脫了 請出現 說話語速過快 容易會傷身帶 因此建議 在發生的時候 我們要口部的動作加大 還是使用胸式呼吸 請想拿 趙小玲怎麼按這麼準啊 對啊 又是你耶 來 說話 應該是胸式呼吸吧 請揭曉 如果我們講話的聲音過高 過低 過快 過長 或者是常常 輕喉嚨 它其實都是非常傷害我們喉嚨 跟身帶的 所以要告訴大家 反而呢 我們在使用喉嚨上面 除了呢 剛剛那些要避免之外呢 你在講話的時候 口部的這個嘴型放大 它其實可以幫助呢 減緩我們喉嚨的壓力 以及呢 在這個講話的時候呢 要用不式呼吸 才會用到你的丹田 所以就像說我們唱歌 也要用丹田 當然不可能是用胸式呼吸囉 真的啊 不舒服而已 律動音樂 可以幫助提升健身成效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心跳 會跟著音樂加速 還是身體的本能 會跟著節奏 請看啦 張振榮 應該身體的本能會 跟著節奏吧 因為心跳會跟著音樂加速 心跳應該是跟著 運動的強度加速 所以假如身體本能跟節奏 才會帶動心跳 請介紹 可以答對了 答對了 好 因為呢 我們的身體的本能呢 就會跟著這個節奏的律動 所以呢 就像是我們做瑜伽的時候 適合聽一些輕音樂啊 讓我們整個人 可以身心都放鬆舒緩 但如果呢 你要做一些有氧運動 或者是比較 重拍的運動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聽那種節奏 比較快速的 然後你會不自覺的 你的心率跟你的呼吸 都會調整成一個 比較亢奮的狀態 來 正榮哥 加油 八樓之四 你這一選就可以超越佩搖囉 八樓之四 加油 準備開箱 一萬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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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 抽 反抽 佩瑤加油 好的 二十六秒準備 切贏助理 想要減腸十二指腸 應該要安排大腸鏡 還是未盡的檢查 切贏強呢 又他搶到 這一題我還沒按到 我也太虧了 還好不會按到 沒有按 你是什麼科的 我腸胃科 那麼巧啊 你我才還不夠 那這是問他爸姓什麼一樣 真的是很簡單 對 答錯就好笑喔 答錯就好笑啦 要那個胃鏡 胃鏡可以照到十二指腸 對 胃鏡是照 十道胃跟十二指腸 所以胃鏡的全名其實 只是叫 十道胃十二指腸 鏡 胃鏡只是一般社會大眾的簡稱 請揭曉 來 正榮哥 再選 那我們再選一個 我選這個 六樓之三 對 六樓之三 開箱囉 好 普通 九千元 也不錯 也不錯 普通 普通 請請 落下了 你 以尼龍弦為特色吉他 是民謠吉他 還是古典吉他 請搶答 為什麼張正榮都她搶到 古典吉他 我記得民謠吉他 是鋼...的...鋼弦 鋼弦 我印象中民謠吉他 是鋼弦 跟我記得不一樣 古典吉他好像是 比較柔軟硬成是鋼弦 古典吉他 請揭曉 古典吉他 厲害耶 還好還好 厲害耶 還有大學有彈過幾次吉他 再選 七樓之舞 目前你跟第二名的趙婷只差兩千 我第二名了 對 準備開箱 厲害喔 一萬二 最後一題請助理 好 馬拉松時的第二次呼吸現象 它是指身體感到有力量 還是每秒要吸塗兩次 請說呢 哇 妳這壓力等於保送他上蕾 我 蕾就是保送了趙婷了 來 請你說話 第二次呼吸的現象 是指身體感到有力量 還是每秒要吸塗兩次 每秒要吸塗兩次 妳有聽過第二次呼吸現象嗎 我好像有聽過我兒子的朋友在跑嘛 跑步的時候 他說他喘不過氣來的時候 他教他怎麼吐呼吸的方式 好像吐兩次嗎 對 因為它好像是一個代場的概念這樣子 為什麼需要代場 因為好像已經沒有癢 或氣上不來是吧 對 氣上不來 然後他需要多吐 每秒吸塗兩次 是不是 請借腳 好 其實我們在跑步的時候 然後有一些人會說 遇到了撞牆期 那是不是撞牆期過後以後呢 會進入第二次呼吸狀態嗎 事實上不是 因為撞牆期過後 你可能就已經精力要快要耗盡了 所以呢 第二次呼吸啊 反而它指的是喔 你在剛開始跑的時候 你的身體還沒有達到一個 適應頂峰的狀態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反而需要有點適應期 接下來你進入到第二次呼吸的情況之後 你的狀態反而會越來越好 他前面會有癢在 就是如果你 通常心跳在過三四公里 每個人不太一樣 會一樣的速度 但心跳會變慢 因為你一開始你的身體 還沒有適應那個強度 你就要去出送更多的血液 來還你身體的癢 癢得在 那個叫癢在這樣子 然後到後來 第二次呼吸就指你 開始進入了一個狀況 你可以用那個速度 跟穩定的心率 一直維持這個速度 一直跑一直跑 有了第二次呼吸之後的身體 你身體的需求量 養的需求量 會跟身體的消耗達到平衡 對...會變 會比前面低一點 但是後面撞牆期 就是你的肝糖 全部都掃光的時候 真的很嚴重的時候 你可能連走都走不了 就整個人就是沒了 對 對 很多跑跑猝死也有 對... 拔鬆其實很危險 對 領先的兩位 趙婷 張震榮 進入我們的冠軍陣頭賽 張震榮 漂亮 漂亮 全新賽事 帶你一起長知識 用你的智慧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請示築 快點來訂閱